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這兩條直線 它夾角是α 那它問cosα跟sinα會不會有多少 我們知道說兩條直線 這個相較以後 它夾角通常有一個是瑞角 一個是鈍角 那cosα cos這個角跟cos這個角 剛好是差一個符號 cosπ-α 180度-α 剛好是負的cosα 那我們現在呢 先找這個瑞角 找這個瑞角取cos以後 再加個正符號就可以了 首先我們看這個N1 第一條直線的這個法線 是34 它的那個就是法向量 它的單位法向量 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5分之3 5分之4 因為它長度是等於5 那第二條 那第二條 的那個法向量 是負1負2 單位法向量 N2呢 是等於多少 那是1Q 1Q代表單位向量 這個是等於根號5分之 這個長度是根號5 1 perfectly 九分之1 辯瑞刀2 這個數核1 有兩個 一個是瑞角一個鈍角 所以正符這個多少呢 N1 N1 單位法項量 都等於N2 這樣子 那這樣取念記以後 這個等於多少呢 就是 這個乘以這個 根號5 這個乘以這個是 5分之3 加多少呢 這個乘以這個 這是5分之負8 所以這個是5分之負5 這裡有個正乎號 5分之多少呢 這個取決類子 正乎號 取決類子 所以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樣是負5 負1 取決類子變成1 所以這正乎多少呢 根號5分之1 正乎根號5分之1 那你父母有理化以後 就是正乎 上下乘以根號5 5分之根號5 這是cos cos這個角或cos這個角 有個正乎 sine這個角等於sine這個角 是正乎的 是等於正的 正的多少呢 正的是根號5分之 這個根號 這個平方 這個平方 這是5-1 所以是根號5分之2 或者是5分之2分號5 或者是5分之2分號5 這個是sine這系統 這個是sine這系統 是5分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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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5分之2